这些线过吧 一会儿老师们给分析 来 还有吗 然后我就跟他就说过 就是大概让他保持 跟女生的距离的这种 然后他就觉得 只要这个女生吧 没跟他告白 那就不叫喜欢他 那有女生跟他告白过吗 有 还有啊 他拒绝了吗 最后结果是拒绝了 但是是被我扼杀的呀 你说这扼杀的过程吗 就是那个 他不是挺多才多艺吗 然后就有个女生 就也是要了他的联系方式 加了微信 然后就跟他聊天 表现的就是挺喜欢的 那个女生确实感觉到 他可能是对我有一些 朋友至上的一些感情 但是你说 停一下 我还问一句啊 就是女生对你有 朋友至上的感情 你是能察觉到的 是吧 确实 能感觉到就好 我以为他感觉不到 那个是要检查一下 然后我们俩 我们俩一起吃饭嘛 然后那个女生 就给他发消息 大概就是问他 在哪呢 干嘛呢 顺便吃饭呢 跟谁呀之类的 手机在他手里嘛 就响了几声 然后我就问他 谁呀 他没说话 我当时我就 一下手上来了 那我就把手机拿回来 我就把那女生 没骂他 我就用的很委婉的词语 告诉他 他有女朋友 你下回能不能 别总跟他联系了 是你说的 我说的 说说你当时什么反应 当时我确实 我挺那个什么的 我挺不乐意的 但是他把手机 抢回来 我也没办法呀 他就觉得 你怎么能 就是这么野蛮呢 然后结果那个女生 过了几分钟 就把电话打回来了 你说这不就是挑衅吗 然后呢 手机在我手里边 我就给接了 我就用了一点 不是很恰当的 就把他给骂了 就因为这个事 跟我老可不乐意了 就说你的人 怎么能这样 你怎么能骂人呢 但因为当时我想的是 自己把这件事情 处理好 跟人家女生解释清楚 他那么一弄的话 你说把这个事情 就极端化了 我觉得 就用一种特别不好的方式 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然后来那女生 就跟他晚上的时候 就给他打电话了 就那意思就是不行了 喝酒了 然后心情也不好了 就也难受了 实在是难受的不行了 憋不住了 跟他就告白了 他就怪我 就说你看你 要不是赖你的话 人家能就是 给人家逼到这份上吗 告白之后他做了什么 他就是 很委婉地把人家拒绝了 然后就是 那以后我们俩 还是可以当朋友的 你有什么需要 什么麻烦 你还是随时可以找我 所以你会觉得 没安全感是吗 对呀 你们俩今天来要干嘛